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心在本周六的节目中 王俊凯 董子 见两位少年可是亲身体验了一把穿越滋味 在乾隆年间的京城大街上 两位少年近时刻遭遇疯狂追捕 又不时被无良小贩蒙骗 买了面具戴上 他们就不会追了 该如何适应着HAT模式的古代生存 王俊凯 董子见大开脑洞进入皇宫力图逆袭 眼见五阿哥独座楼台 两位持见少年风火速挟着广子 再向宫女大喊 快给我们弄几套官兵服来 而遇见深宫姑娘娘 王俊凯 更以一曲火辣辣的套马干赢得芳心 迷的娘娘将遇刺地图都双手奉上 穿上威武官兵服 大喝一声 我是遇风县衙长官 王俊凯 董子见就这样率领着 是为们浩浩汤汤寻街 至于此刻 高能少年还怕你吗 张一山学查到叫大姐 被对张亮千方百计求一座姑娘 听闻王俊凯 董子见两位小伙伴 竟然遭遇了穿越 张一山 王大陆瞬间一改逛 大街悠闲态度 为了帮助小伙伴回现代 两位少年部 北部潜入神秘的白族村 看似是热闹浪漫的民族村路 这里的姑娘却个个来者不善 为了得到一条线索帮小凯摆脱刺客 张一山想茶庄女苦学茶艺 不经意见一句大姐却惹她大怒 谁是大姐呀 张一山则苗懂启动嘴甜模式 这儿有个小妹妹 特别漂亮 而为了求得烤鸡姑娘身上的金锁 两个字 没有 难道 想要让这位姑娘拥有传家金锁 还得依靠穿越到古代的王俊凯 懂子见 穿越时空 少年齐心 本周六晚高能少年团 超时空营救奇幻上线 少年们跨越时空斗志斗勇 只为完成一场前所未有的穿越大拯救 分享 赞 相关阅读高晓松称林带雨原型是潘金莲 南大教授 毫无逻辑杨子晚报网5月19日去 记者 孔小平 张燕 当初听说高晓松要讲金平梅 广大文艺粉们是拒绝的 说好的诗何远方呢 大锦居然要开讲小黄书 结果三七评讲金平梅之后 大锦换话题了 于是小说粉们仍是拒绝的 三七怎么够 还没听过瘾 然而高晓松看似独辟西境的观点和发现 并没有得到学术界认可 记者也 请教了南大文学院教授苗怀明 进行观点PK 他完全不认可林带雨原型 是潘金莲等小说观点 高晓松说 林带雨原型是潘金莲 而西门庆是国民老公 西门庆和林带雨八杆子打不着吧 那是在高晓松解读金平梅之前 孤岛直燕摘金道流星舞 众多专家学者都认同没有金平梅 就没有《红楼梦》的说法 高晓松在解读的开篇 就坦原自己也是占这一观点的 但他在这一观点 上走的更远 高晓松认为金平梅中潘金莲 这个角色塑造得相当出彩 《倒红楼梦》里潘金莲 被分解成了两个人物 说话厉害 什么都敢说 潘金莲外在的斗争性 被融进了王熙凤这个角色 而他内在好多性格 则被放到了林黛宇身上 比如他对维护自己尊严的坚定 甚至超过了爱情 即使在爱情面前 尊严也是最重要的 所以拼了命维护尊严 金平梅到底写的是什么 高晓松归姐 为西门庆的生机打怪时 三个寡妇和一个丫鬟的那些事 而男主角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 高晓松直言 在西门庆身上可以看到 新兴资产阶级的权力梦欲望梦 历史是螺旋发生的 按照今天的话说 西门庆就是国民老公 所有的网红都向他扑去 而他作为新兴资产阶段最后 进身当地首富 被女性们追逐整天 幻语朋友观点PK 林大宇原型是潘金莲 那由三姐和思琪 也可以是南大教授 苗怀明痛斥 牵抢附会的解读 简直毫无隆及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苗怀明 也是中国金平文学会理事 他一听林大宇的原型 是潘金莲的观点后就笑了 他告诉记者 在学术界特别提出有两种 解读是不可取的 即牵强附会和过度解读 也就是说 随便找两个相似点 然后就说两者等同 这毫无罗辑可言 林大宇等同于潘金莲 是因为两者都把尊严看成第一位的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可以无限推倒 下去 比如潘金莲也可以等于由三姐挖 等于思琪 这两个姑娘 也因为把尊严看得比天大 而自杀了 苗教授告诉记者 普通道众对学术解读毕竟不太了解 在学术界 金平梅和《红楼梦》都被分类为事情小说 都讲了妻妾 家族等故事 而金平梅比《红楼梦》早几百年 《红楼梦》对其有借鉴 是肯定的 这也是文学的传承 所以如果说 潘金莲的人物塑造对林待遇 有启发有影响 是可以的 毕竟金平梅的创作手法和角度 还有家庭题材等 都对后面的民间小说有一定影响 但说是原型 就有点牵强富贵的故意为之了 责任编辑 江帆 FG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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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 FG03